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统计 直到今年8月 印尼全国342区域当中 90%已经进入旱季 有些地方已经长达四个月 没有下雨 气象局表示 今年旱季漫长 这时已经进入旱季的顶峰时期 预计一直延续到10月份 这时明天还继续继续 在10月份已经进入旱季 而在11月份 可以说几乎大多数 美国印尼西亚会进入旱季的旱季 所以为什么几个地方 或在这时的旱季的旱季 更长 其中一个是 水平尾河 尽管汉远河 尽管汉远河 至远河 尽管汉远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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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旱季还会延续 但是部分地区 也会出现小雨天气 气象局也正式发出早期预警 印尼各地区将会面临干旱 还呼吁社会大众节约用水 此外在旱季顶峰时期 印尼各地的风力会比较强 导致海浪高度增加 大爱新闻 印尼报道